HELLO 大家好 我是Epic Crimson 今天就跟大家展示一下Steven這隻100IV的暗影化怪力 這隻暗影化怪力也成為了整個Pokemon Go裡面最高攻擊力的格鬥系 而在這個紀念杯裡面,PVPoke對於他的評價來說是比正常版更高的 而Steven說暗影怪力的突出之處就是對於巨金怪的戰局有一個更接近5-5波的局面 這樣會比正常版的怪力更好 不過我也想知道會不會是有其他優勝的位置 不過稍後看看Steven如何示範 這裡我們先看看Steven的隊伍 包括了怪力頭陣,波克基斯和巨金怪 波克基斯加巨金怪除了面對自爆磁怪以外 可以說是幾乎無敵的存在 在Steven的隊伍裡面,波克基斯和巨金怪 對應波克啟暴龍的逆風頭陣是比較安全的組合 兩隻都有相似的打擊面 不過都可以互補大部份的缺點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不如馬上開始他的戰鬥 我都很期待看一隻怪力 100IV的暗影怪力 會是怎樣的一種 performance 其實大家都看到,Steven其實都是2360幾分 其實都屬於一個比較競爭力大的一種段位 所以都會有一定的說服力 頭陣遇到一個十分之特殊的土台龜 土台龜其實我之前也有想過用 不過我覺得他的耐力不夠 所以就很麻煩 不過這裡其實 就算怪力是暗影化了 不過他這裡的飛快刀傷害 其實比我想像中小 扣得少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但這隻土台龜正在用的應該是飛快刀 對了 所以這隻怪力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脆 不過這裡大家都看到 怪力成功出了兩下十字劈 燒了土台龜的兩個盾 而這隻怪力可以進來ATM它 所以我想Steven用這隻暗影化的怪力 其實有點像大師聯盟的超夢夢 超夢夢就算是配精神擊破 都能夠嚇走很多人 所以跟超夢夢一樣 如果是作為一種頭陣 都可以逼人開很多盾 那這裡嘩 巨金怪基本上是一打二 而Steven更加是很冒險 想儲好兩次的衛星拳 而剩下滴血的狀態下 連續打倒了波克基斯和鐵甲狂西 所以這裡其實我覺得怪力是有它的功勞 因為它的功勞就是在於握走對方的盾 好那我們就來到下一場了 看看這次Steven面對的這個頭陣 會是一個中性 好的 只是說失敗了 屬於一個比較好的頭陣 面對自爆持怪 對方換來的是啟暴龍 這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因為現在這隻怪力可以贏得低一隊一盾的局面 普通版的怪力是應該做不到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裡對方擋住了 換來 OK 換來他這隻巨金怪 來去打 啟暴龍 如果是我 我會換成波克基斯 因為波克基斯都會特別害怕這隻自爆持怪 所以不如就比較早點換這隻 我覺得什麼時候會好一點 不過無所謂 這裡巨金怪搞定了這隻啟暴龍 並且也幫自己ATM多一點 而且這裡自爆持怪 打算是出連續兩下的風狂復底 所以存起來比較久 因此就被Steven有機可乘 儲到一下地震 而且被對方燒了最後一個盾 沒想到對方用的是鏡像攻擊 打算騙盾 嗯 我想Steven是為了不讓對方繼續儲能量 所以他就直接 直接完成 他這隻怪力 現在他的自爆持怪 鎖住了 所以怪力可以直接ATM 因為已經攻擊降成 不是 防禦降成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放心ATM 不過無所謂 這裡怪力再試出最後一次的十字砍 來打那邊的鐵甲狂復 看看扣多少 是扣得十分之痛 嘩 厲害 這裡Steven就不知什麼事了 他出了巨金怪來打他 唉呀 這裡會出岩石炮 應該會打得很接近 打不死他的應該 很接近 幸好 對方的鐵甲狂西 不是這個 擊落版本 方式話 其實Steven是會輸的 所以剛剛Steven那邊有個小心 就是換了一隻巨金怪 打一隻鐵甲狂西 可能他是 忘記了巨金怪 剩得那麼少血 不過無所謂 最後Steven也是贏了 所以十分之好 好 我很期待會不會遇到一些比較 逆風的一種 佈局 例如波克基斯 或者啟布龍頭陣的一種 局面 不過其實現在 紀念盃用啟布龍頭陣 其實不太吃香 所以 看得多的都是降 這裡對卡比獸也是漂亮的 Steven也是跟上一場一樣 採取了換下去 去換這隻巨金怪 去打啟布龍 不過其實 以我的風格 我會喜歡換波克 去打啟布龍 因為 最重要 他對龍色龍爪 真的不會那麼害怕 你看到巨金怪 都扣得很痛 因為他只有單倍的抗性 而波克基斯 就有雙倍抗性 並且 這個 扣叫 其實也扣得很痛 不過 也沒所謂 這裡 Steven 其實他做了另一種效果 就是 你用這隻巨金怪 你去ATM 死 不是 ATM 即是浪費了兩個盾 浪費了這個 浪費了這個 浪費了啟布龍兩個盾 所以波克基斯可以很放心地 直接出這一下 原始之力 這一下原始之力 相信是打不死這隻鳳神犬 而剛才鳳神犬 我想他想騙盾 所以出了咬碎 而這隻Steven 也十分精準地 所以 這裡要擋 這裡怕是逆輪 對了 是龍爪 不過 怎麼都要擋一擋 其實我覺得 這裡 直接出十字劈 都打死了啟布龍 不需要出岩崩 因為岩崩 扣到啟布龍 是過半 過半血有餘的 所以十字劈 其實扣得十分之痛 看看這裡十字劈 扣卡比獸 會扣得多痛 我猜會扣一半血 其實都沒有一半血 不過也有四十幾%的血 所以現在這裡 波基斯就可以很安全地 直接 應該可以 對 很安全地 直接扎嬌4 扎卡比獸 贏一下 這一場 局面 暫時Steven 已經得到三勝 當然 其實也有一點點 結合 這個頭陣比較好 很幸運 我真的有點妒忌 好 那我們來到下一場 下一場會是怎樣呢 是對巨金怪的 終於 又是一個比較中和的對局 PVP 上面 他就說 巨金怪其實是會輸少少 給巨金怪的 所以 現在在這種 平等 儲氣 進度下 其實巨金怪應該是會贏下 這個 一盾對一盾的局面 也就是說 其實他出現這一下衛星拳之後 他 嘩 他在想什麼 巨金怪 還有機會再出多一下衛星拳 去打贏 不過呢 對方沒有這樣做 而且還換了他的卡比獸 進來 是一個相當之獨特的策略 那 看看對方會有什麼 特殊的應對方法 那 Steven這裡不打算留下他的 怪力 直接讓他死 所以 其實我有點懷疑 其實對方的隊伍 應該是 全部都怕 格鬥系 所以他才會是 換一隻卡比獸 來做一個消磨怪力的一種 手法 嗯 這裡 我想Steven是怕卡比獸出地震 所以會換一隻波克進來 不過 沒有那麼快地出到的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巨金怪打波克 Steven必須要扎死 巨金怪 看看他決定怎樣做 好像由得他死 最後1秒 最後0.1秒 決定要留下 幫助機師 我覺得是正確的 這個做法 因為卡比獸 其實血淨低不太多 那這一下 泰山壓頂應該是剛剛好打不死的 剛剛好打不死 那 紮嬌死了他 看看最後一隻是 李月龍 那應該呢 有一點不開錯 那Steven反應力不夠 所以我出不到這一下 炎刺之力 騙他最後1個盾 所以Steven就不幸運 所以 呃 其實我會 剛剛會怎樣做呢 如果是我的話 就是 不算那些反應 不是出不到炎刺之力的錯誤 呃 我覺得剛剛卡比獸對掛力 其實掛力應該用了盾 然後ATM他 我覺得是可取的 我覺得是可取的 就是 我覺得是可取的 總之這個方法 對 那我們應該還有多五場可以看的 因為 既然其實你都看到對方 換一隻卡比獸入你的話 呃 你會很容易想起 對方會不會全部都怕怪力 所以你會一般想留一隻怪力去打 那雖然剛才那裡是鯉魚龍 不過其實顏崩呢 都會有一個相當大的威脅 那我們來回第六場 又是對到這隻巨金怪的頭陣 看看這次 對方 會是作出一種什麼選擇 會不會是 熟悉這種戰局 正常情況下 巨金怪 會出到 會出到兩下的衛星拳架 那 Steven 打算直接開兩隻盾 去ATM 就這麼怪 嗯 看來可能是IV 或者是 不知 什麼緣故 那對方 是死了的 那 Steven 有一點點 薄 想想出兩下的岩崩 不過其實我這裡建議你 就算是想薄盡 其實你寧願出一下 十字牌 然後再出一下岩崩 所以我覺得Steven錯失了一個壓盾的好時機 甚至是打低岩崩的好時機 所以這裡都 暫時都可以 因為Steven轉了一隻 波克來打岩崩 然後 對方就換成卡比獸來應對 而這邊Steven就換成他這隻巨金怪來應對 所以 幸好的是Steven由於有這個轉換上的優勢 剛才那個出錯都可以微補回去 那這裡卡比獸是兩次降防禦攻擊 這一下盲力應該打不死他的 太生壓頂了 其實我覺得Steven應該是出 OK 我想這個方法都可取 如果我是Steven的話我會直接出衛星拳 即是磨到很低的時候馬上出衛星拳 那防止被契布龍的ATM太多 不過其實這裡一切已成定局 因為契布龍對波克基斯是一條死胡同 這裡除非是出暴風 果然是出暴風一下子KO了一隻 波克基斯 然後看看巨金怪 幸好Steven是留下舊血 出到這一下衛星拳 來他KO一隻啟布龍 我覺得這個打法都可以 不過呢 只不過我現在說的是馬後炮 我不知道如果我自己打的話我會怎樣 不過我作為一個馬後炮的態度來說 就是我會直接出衛星拳來打啟布龍 不過 說不定我這個計劃會不成功 其實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都沒有留意啟布龍的能量的進度 所以說不定我這個方法會不成功 那我們來到第8還是第7場 這個是第7場 好 看看會遇到什麼頭陣 又是遇到巨金怪的頭陣 所以巨金怪是十分之 十分之經常看到的 因為他其實對於META 大部份東西都有一種比較大的中和傷害 多得他這個衛星拳 那這裡又是這樣 出了第一次的衛星拳 擋住了他 看看這次Steven會不會是ATM他 不過其實以我所知 巨金怪應該能夠出到第2下衛星拳 對了 是出到衛星拳 你都看到其實剩下一滴血 看看Steven是 選擇繼續保留 轉換優勢 而是他能量上的優勢 那我其實 嘩 這個蠟燭火靈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蠟燭火靈 Chandelier 那 我覺得剛才是聰明的 他無法充滿 不過就是有點麻煩 因為他後面的2隻 全部都怕水晶燈火靈 對 他叫水晶燈火靈 我終於記得了 這一下 無論是過熱還是暗影球 都會扣得十分之痛 因為水晶燈火靈是現時 這遊戲最高攻擊力的鬼屬性 幸好鋪黑機師能夠 說得及出到這一下 原始之力 不過其實可能對方在ATM 他都未頂 這裡有點不幸 那這邊 Steven也有遇到這隻水晶燈火靈 嘩 我都要試一試用他 因為水晶燈火靈 照計應該可以打死 這個 哪隻 這隻 自爆磁怪 所以你想想 如果他是配暗影球加能量球 順便再陰上鐵甲狂西 巨焦怪 那些東西 真的很搞笑 這個 可能以後會讓一隻來試一下 好 我們來到第九場 終於遇到一個逆風的頭陣 遇到啟波龍 那Steven就轉成他這隻 巨金怪來去應對 應該都是怕 如果他轉這隻 波克機師的話 對方會轉這個 巨金怪 你應對他 就會處於一種死局 所以 這種情況 都是轉巨金怪 會比較靈活 而這裡 啟波龍出一下 暴風 扣得十分之痛 幸好 幸好被卡比獸 還要蝕死 不過沒所謂 因為Steven還有一隻滿血的怪力 應該 在一種理想的情況下 能夠打死卡比獸之餘 並且 ATM能量出來 就可以 儲滿一下 這個岩崩 來打啟波龍 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卡比獸 但是我會不量 因為 因為 不會想比Steven 那一面 ATM得太多 雙倍 封馬 不過 還未儲好一下大忌 這裏呢 哎呀 Steven 有少少 盡取 我才能說 有少少盡取 即是 他 太過 覺得 對方 會出這個 啟波龍 你接應 那 瑞芝 判錯了 那 對方 就 成功玩到他 出這個巨金怪 這裏 剛才Steven 應該還未讀到 對方 不過 那時的對方 應該已經讀到 Steven 這裏又是一種 逆風的 頭陣 對方機師 Steven 直接了當地 出巨金怪 而 對方 出來的 就是 鐵甲龐西 是窄利的鐵甲龐西 不過 衛星拳 也作出相當大的威脅 應該不能出第二下的衛星拳 很有趣 可能對方怕第二下的衛星拳 所以就出一下衝浪 這裏 剛剛好 臨死之前 終於儲到多一下的衛星拳 逼對面這隻鐵甲龐西 要再開多次盾 那應該要換一隻怪力 ATM他 對了 換一隻怪力 進來 ATM他 這裏應該不用擋 因為 已經知道他這裏是衝浪 加這個岩石炮 對方十分之快 換來他這隻 鋪黑機師 而這裏的Steven 也十分之冒險 地 繼續留在這裡 儲氣 出到這一下 岩崩 打到他十分之痛 這裏我覺得是一個 相當冒險的做法 不過 是Payoff 我懷疑最後一隻 還是啟布龍 果然退出了 我猜應該是 烈亞綠莎或是啟布龍 最後一隻 這裏就是一種 反敗 大衛星的一種情況 不過我覺得 是有少少 因為這隊伍上的一種因素 所以這裏 剛剛Steven是贏到的 好 那我們來怪力 對卡比獸 又是一種順風陣 看來現在打大師 用怪力頭陣都很吃香 難怪我之前晚上這樣輸 對方換成他這隻 巨金怪 其實有點尷尬 因為巨金怪有兩種相 如果Steven轉了巨金怪 對方會比較好 因為有這個能力上的優勢 所以Steven繼續留在這裏打 是正確的選擇 所以Steven繼續留在這裏打 他可以留一隻 可能對方是讀到他轉野的時勢 不是很大膽地 是吃低一下地震 似足我的玩法 往往都是成為上當那一面的人 不過呢 都沒有所謂的 現在Steven都還可以 有這個 鋪黑機師對李月龍 那這裏 對方知道自己是打不贏 因為Steven那裏 還有一點時間 就可以轉一隻怪力去打卡比獸 所以對方知道自己會輸 不過其實我覺得對方可以試一試 因為 卡比獸可以在這段時間裏 其實是消磨一下 魔學技師 說不定其實可以打得贏都不定 所以我覺得那裏對方太早放棄了 不過怎樣也好 這隻怪力的威脅力真的相當之大 即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Steven 他的描述下 就是講有十字PAT這個技能 不過其實他是有這個顏繃的 所以應該是一個小錯誤 所以就是那一句 他的確是有點像大師聯盟的一種超夢夢 即是精神擊破打下去的順傷害 十分之痛 你怎樣也好都要擋一下 即是就算是 鋼龍 即是美六回塔可能會比較好些 即是鋼龍 鋼龍雖然是鋼屬性 不過對這個超夢夢的精神擊破 你都要擋一次才能夠贏到他 即是怪力也是一個比較類似的情況 對於這個紀念杯的Meta來說 即是你怎樣都要逼到對方開一個盾 甚至是浪費了兩個盾 所以我覺得 無論如何 其實 因為始終大家對於暗影怪力的 不是那麼熟悉的緣故 大家都會怕他扣的血會十分之痛 因此 都會怕海盾 嗯 即是 單單這個未知 的因素 其實都是一個 為什麼這隻怪力 是現在會這麼好用的原因 即是如果將來大家都熟悉了 這隻暗影怪力的一些 傷害 會造成怎樣 其實可能就 不會好像現在那麼好用 現在 Steven 十分之歐洲 在正確的時候 遇上正確的精靈 並且也在正確的時候 剛剛好 是TM到他 拿到這兩個技能 就令到這隻暗影怪力 發揮他100%的效能 對啦 就是這樣 所以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歡迎在影片留言告訴我 差不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跟這條影片按個讚 如果想看更多的PVP影片 或者解說Pokemon GO 記得按下訂閱 加提醒通知 如果你想跟我 或者跟大家 討論更多的Pokemon GO 的一些議題 歡迎加入我們的Discord 伺服器 我是Ebby Crimso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